我得有点想哭 干什么 挫败感太强了 怎么了 最近几天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最近其实项目没有什么事 项目他赢了老在赢 但是问题是 就是大律们就是说 就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亮点 就觉得你是一个不错 但是好像又没有不错到 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可能大律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他们都要特别亮的点 对 但是我有时候又会想 就其实 就其实伙伴们跟胖们 对我就是完全是两个 不一样的评价体系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有点像是 就是你学习 像学校里的学习 和工作中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学校中呢 大家是为尽量的发现你的优点 在工作中呢 大家不会那么有耐心 什么时候都有一次机会 做完就做完了 做不完就 那就做不好就杀了 我觉得就是学习和工作 最大的一个差别吧 可以稍微的 自己先想一想 就是如果你是个客户 如果你是 大教律师的话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改变环境 只能去适应环境 但是korea的 亲友 我就是 不要哭啊 看这个就是 就是其实 别激动 别激动 慢慢说 慢慢说 别激动 别激动 慢慢说 慢慢说 这也不是 激动 还有 还没 模拟法 因为还没开打呢 有什么好激动 是 自己这次模拟法 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刚才就是 就是其实我来这之前真的是一个 非常自信的人 都给她一起去 不是 就是我来这之前就是特别自信 那种人 然后也特别表现的那种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之后 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就真的凑白很像 就好像就是 就是以前以为自己的优点就都不是优点 然后就 你只是不爱炫耳 不是不是 我真的 你只是暂时可能 缺一个 就是完全就是 能够发挥你优势的机会 魔法很合适 对啊 魔法很合适你 不是知道第八次就是这样还能够 就是 得到这样的想法跟评价 就我也挺错愕的 就是就是评评模型 就是大家看不到你什么问题 也看不到你什么优点 就是 你不要听他们说 就是 实习周期本来就很短 我之前实习三个月 在我走的时候再跟我说 感觉学生是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子 其实刚才一轩说的是对的 就是正常的实习周期 不会这么短 而且 而且你是一个慢热的人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流水不争先 真的是滔滔不绝 没有人 你只能会 你不问我 她去不问她 不说 我不问我 对 程人 误独 快